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直播现场 今天我们很荣幸邀请到在我们台湾 为了我们障碍者的权益 非常非常地努力 非常非常地一直在跟政府 跟社会大众做倡导的 我们台湾障碍者权益出境会的主任 张慧美张主任来到现场 那主任待会会跟我们讲的是 如何让失智者生活得更有尊严 那观众朋友你可以在我们的 那我们待会在大概11点50分左右 我们再一一的请主任帮我们做一些回复 那我们就欢迎我们的张慧美主任 谢谢 谢谢大家 今天非常荣幸能够来到这边 能够讲论这个如何让失智者生活更有尊严 那我们先简单的盖要 来介绍一下我们目前的失智者的人口现况 冲击一面 那是不是是属于身心障碍者权力公约的范畴 以及我们特别要强调的一点是在人权的保障上 在CRPD的第12条 在法律之前获得平等的承认 这一点是很多失智者的权力被忽略的地方 以及要如何来落实失智者的人权 以及案例讨论 还有未来的行动 好 那我们目前2018年截止 是有28万的失智者 台湾的失智者有大约28万 那么10年之后大概有 就是中有两位是失智者 那当这个人口仍然持续的不断的在增多中 那么以这个五岁的年龄来分的话 那现在目前是85岁以上的失智者人口 是占50%以上 所以是满多是高龄化都会面临的问题 那在失智者的程度上面的分布来看 也就是失能者是占也差不多50% 没有失能的是41% 那在这个人口的结构化 也就是没有失能 那重度的失智者他们才有补助 那重度的失智者他们才有补助 是五项的失能状态程度才能接受 今天讲的是在人权上面 的一个冲击 那很多人在问说 失智者是不是身心障碍者 那是的 那他是属于第一类的心智障碍的归属 那我们在性别的议题上面 有遇到一个就是失智者的障碍的分布 大概有60%左右是女性 而照顾人照顾者也是大部分都是女性 所以这个是一个性别的议题 很多的女性的他们的所受到的权益保障 是够不够 这个都是要来国家来检视 要给多一点的资源 那另外我们在工作权上面 也就是身心障碍者在65岁以下的失智者 事实上也有9% 也就是2点多万人是失智者 他们仍然在工作 可能诊断出失智了 那他们工作会不会就是说 被解雇了 回家自己吃自己 或者是他们没有配套措施 事实上身心障碍权力公约 都有说要可以什么植物再设计 合力调整 让他们得到一些协助 好的 还是可以继续工作 享有他们的工作权 那第三个就是自主权力 失智者他们通常在 比较中度或重度以上 他们会面临到一个问题 就是法律的能力 会被人家认为说 他们没有办法判断 或者是他们会被受骗 是我们意识形态让他们加上去 让他们怎么样 的法律能力受到限制 所以他们的这个在财务 医疗服务居住 还有交通上面 有时候会遇到一些限制 你不能去出去 你可能会被拐跑 或者是被受骗等等的权力 会被剥夺 好 那我们就先来简单来看一下 身心障碍权力公约 那我们台湾是在2014年的8月 立法通过 这个要实施这个身心障碍权力者权力的公约施行法 也要履行这些义务 虽然联合国只在2006年 就是已经颁定了 好 那赶快来追赶 首先我们就是要注意 那他们 我们的东西是他们看得懂吗 我们的文宣 我们的解释 是不是够有条理和有图片 来协助他们 另外呢 还有国家要负起责任来帮助 来这个协调 然后来让保障这个失智者的权力 让他们能够 也要能够参与社会上的一些活动 还有不受到歧视 那最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障碍者的参与 没有我们的参与 请不要为我们做决定 我们什么时候有问到说 失智者 要不要吃饭 赶快 那第二次没有办法休息 都是别人 都是那个照顾者 或者是别人来帮他做决定 但是事实上他们饿不饿 他们会不会穿了太多还是怎么样 有没有问他们自己本人 或者他们想要去邮局 或者是去买什么东西 他们用他们自己的钱 可不可以自己去花 花费 这一点都是我们就是失智者之后 失智者之后 就会受到一些跟一般他平常 以前还没有失智之前 不一样的待遇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检讨的东西 最主要是他们就是失智者 生活是要受到这个保障 还有这个要受到一个尊严的对待 参与以及这个不能歧视 禁止歧视 以及要接受他们是一个多元的一个组成 融合在社会中 这个就是歧视 可能会产生的一个方面 在公民的生活里面 就是法律行为的能力的否决 我们待会讲这个部分比较多一点 然后政治的生活 也许就是他有监护宣告 就是他的监护人 他有监护宣告之后 他没有办法去投票 这个权力 投票权可能也是被剥夺的 就不晓得有没有监护宣告的失智者 这么多不多 但事实上有很多是这样 那社会的文化的权力 可能就是给他吃药 或者是把他送到机构 或者是怎么样 就跟家人原本的生活就隔离了 对这个也是我们要注意的问题 另外他的财产 他的财产经济 经济的生活就包括他的财产的运用等等的 可能因为监护宣告之后 他的财产就没有这么自主的能够分配 能够获得他的自己的自主运用 那我们现在目前的这个政策 在这个失智者预防的这个政策纲领上面 有很多关于失智者的照护跟照顾的原则 但是缺乏一个什么东西 在这边看到 红色这个问号是什么 人权上面的 还有法律上的一个保障 他这人权的人格完整 这就是今天我们特别要说的 就是在法律之前获得平等承认 也就是一个人在不管你是失能了失智了 他的法律能力都不能被剥夺 不能因为心智的障碍 或者是心智的这个缺陷 就判定他完全没有做决定的能力 这个就是现在的这个这条的争议 最大的争议就是在这里 然后国家应该采取一些措施 来让这个失智者能够获得应该需要的协助 好 我们最常碰到的问题就是继承 继承权 然后还有我们的 我本来是一般人都有财产 我的钱可以我自己自主运用 但是失智之后呢 曾经有发生 这个小孩发现了妈妈失智了 大家就怕的怕被骗 大家全部讨论一下 把妈妈的财产 状况 然后我相信在座的各位应该都不希望自己也是面临到这样的问题 辛苦一辈子赚的钱 但一夕之间就没有了 然后最主要是就把他送送走了 然后他自己想要跟儿孙想要玩一玩也没有那个机会 所以这一点就是我们在国际上所探讨的这个问题所在 好 那他自己掌管了自己的钱财 我想要买喝一杯珍珠奶茶好了 然后他说不行不行 你这个吃这个不行 然后会噎到或什么 都是别人来帮他做决定 这样是不对的 这样是不好的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 总之就是要尊重这个失智者的这个本人的权利 以及意愿和他的选择 那这样的话我们要怎么做呢 然后目前的我们来看看国内 现在目前的法律是民法就是有这个监护宣告 第14条 第15条是辅助宣告 也就是你的心智状态完全不能有意识表示 或者是受意识表示的时候 这个就是监护宣告 好像植物人或者是有一些见动人末期那些 但是失智症很多 但是失智症很多 他还不是真的很严重的时候 然后就被家人到那个就是法院 就是公正 就是让他变成了有一个法律程序 让他有一个监护人 那这个监护人可以代替你 处分你的财产 大家知道这严重性了吗 你的财产居然不是问你 是问那个监护人 那你有没有足够的信任那个监护人呢 然后他是不是帮你做了正确的决定 这个值得争议 那后来在108年这个5月24 我们有提出来说 这个你现在目前的民法第14条15条 这不符合身心障碍权利公约 我们要做更能够让障碍者或是失智者 能够决定的一个宣告 但是还是做了一个稍微进步一点点的宣告 监护宣告 这是议定宣告 预定监护 但议定监护呢 也就是说你在还没有任何状况 好像我们都可以跟法院申请 我们来公正找一个约定一个人来代替我们 可是这个还是代替 代替完全代替不用问过我 这个叫做替代性的决策 这个还是不符合 这个身心障碍权利公约的第12条 在法律上 在这边目前做的最进步的台湾 最进步就是这个 这个法官可以指定我的受任人 就是我所指定的这个议定的监护人 能够帮我做决定 可是还是帮我做 那他有没有问过我本人呢 还是没有 好 所以我们要来 未来要推这个 支持性的 或者是辅助性的自主决策 supported decision making 那这个是一直在全世界 一直在争议的一个问题 也就是我们要怎么样推 我怎么知道 这个人是真的支持他 每一个时刻都完全没有意思 因为心智障碍 心智的状态 喝醉了那个醉的时候 当然是他不能做决定 但是他醒的时候 酒醒的时候 他可以做决定 所以这就是一个国际上 现在委员一直很争议的 一个要倡导的 你不能把它当作 他都是完全没有办法 做这个决定的人 所以我们就是要来support他 支持他 怎么样来支持 好 我们来举例 这个今天 这个蓝色 浅蓝色的 就是一般的人 都可以做独立的自主 对不对 就我可以到银行开户 我可以去组成一个协会 社团 当法人或是什么 但是开户 或者是到哪边去买房子 这个都是我独立的自主权 好 但是如果替代性的 替代性的就是最后面那个小的 就是目前的我们台湾的民法 上面的就是那个最小的 那个蓝色的那个人 跑到这个替代的人的后面去了 他不见了 他在后面 他的意见没有那么重要了 所以什么东西就是问过 那个他的替代人 就是他的监护人 或者是辅助人 或是议定监护的这个人 那如何来实践中间的这一块 也就是他的意见 我当事人的意见还是在 我还是在前面 你要问过我 那我需要协助的时候 我后面所约定的这个后面 这两个人可以support我 就是可以支持我 来协助我 而且那个人是我指定的 不是你们 所以很多的问题争议就是在这里 那个人是我指定的 还是你们指定的 这个决定 这个爸爸妈妈 反正就是这样的问题很多 所以我们现在要努力的一块 做决定的时候 我们要有一些支持进来 好 那到底这个支持性的 自主决策的这个人 支持者可以是谁 朋友可不可以 家人 当然可以 但是还可不可以的律师 那像那个家暴啊 家防中心什么的 很常接到一些案例 那他们的这个监护人是谁 社会局局长 对 所以那不一样的层次 对 不一样的问题 就跑到他的监护人不一样 那但是专业人士 也就包括律师什么 很多各种的样式的人都可以 那我可不可以说是教友 我一直参加教会这么久 几十年 我就是信任他 他是公正的 可以帮我 或是什么牧师 可不可以 可以 所以这个就比法律上更广阔 不一定是只有家人 好 那我们现在来谈最重要的 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改变 来保障他们 要如何落实失智者的人权呢 首先我们就是要有失智者的参与 要尊重他的想法 我们可以建立一个日常生活的 这个日常的这个支持者的名单 那现在这个名单呢 我们现在都可以做 不用等到法律上 又通过法 立法院三读通过 我们就可以来做的 但是他不具有法律效力 但是我们还是尽可能的 能够帮助他建立 那我们待会会介绍怎么样来做这个东西 那还有失智者的 一定失智者的生活目标和价值观 他的这个生活 适序是哪一个优先 哪一个后 我想要过怎么样的生活 我们待会也会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就是 如何协助我 的一个志愿卡 这个都是我们的课程讲完之后 我们现在马上就可以做的 我们不必要等到 法律通过 我们才能开始着手 然后你还有一些辅助照片 图片 然后让他比较明白 比较懂 那个合理调整 那是工作的 还有以支持性的自主学策 来取代这个监护宣告 或者是辅助宣告 意定监护等等 好 那我们现在直接看 首先就是我们制定一个 我的专属决定支持计划 我是谁 失智者当事人 最大 我最大 好 那决策者是谁 下面那个 左手边的决策者是谁 那当然是失智者本人 你看他浮现出来了没有 他最大 因为以前就是他做决定 他现在失智者 你不能说他的意见 不要看 还是他最大 然后电话号码 这个要干嘛 他走失不见了 对不对 有这个卡呢 可以帮助找到他 好 另外呢 在右边是支持者 这个就是要讨论 要做一个同意书 双方同意 这个决策者跟支持者都要双方同意 我不能说我要你来帮我装我支持者 他说我没有空 这个也不行 要先谈好 同意书然后确立 那主要的支持者是谁 有些人选家人 有些人选这个教友 不一定那就是看决策者 当事人的决定 电话号码 事实上这可以支持者一二三 三位 那会比较好 那就是说一个找不到了 另外一个还可以 就是这样取代 最重要的是要事先说 先说好 沟通好 要同意书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知识者建立好之后 到底要怎么做 最重要的目标是什么 来在生活方式 生活方式我们希望是 我每天起来我要散步一下 还是我要运动一下 还是我要煮菜 这个生活方式它是什么 好 现在竟然够啊 好 电脑有点 好 然后呢 这个都可以跟那个互相来讨论 家人跟这个失智者 能够讨论一下 我们要怎么样的 它是怎么样的生活方式 好 有些人是说 一个礼拜要去 去这个采买 采买什么 这个 这个它市场用品 或者是这个 一个月要去 做一次头发 或是什么的 特别的 等等 这个就是一个生活模式 它想要的一个东西 好 然后搜尖顺序要把它排出来 然后我们再看那个右边的 上面右边 然后健康照护 这个有没有什么重要 我们目前好像就是 我就把你 你这里有问题了 我就把你弄一弄处理掉 用我们自己的就是护理人员 专业人员的意识 但是如果说他认为这个没关系 有安全疑虑的时候 我们还是要考虑安全 为最优先 好 那健康照护方面呢 像我一个月 我想要去回诊一次 或者是我要到哪里去回诊 这个都要先把它讨论出来 好不好 然后呢 复健 要不要去复健 还智能治疗 要不要 等等的这次照护 就是非常的重要 然后我们看左边的下面 财务管理 都被人家管 都不能自己花 那我可不可以做决定说 有些家人会觉得怕他浪费 或者是会拐跑 会被骗 那个是有状况 但是呢 也不是全然都这样 所以在财务管理方面呢 可以先预定一下 你大概一个月会花到的钱是什么 那你还要做什么样的储蓄 或者是什么样的投资 都可以来先讨论一下 那就大概知道他有怎么样的一个计划 都是以这个失智者当事人的意愿来出发 那每日活动 这也很重要 每天都要做的 那每天都要做的是什么事情 有时候他就乱跑不见了 那有曾经有发生 失智者他每天都要逛那个他们家那边一圈 回来 有时候逛一逛不见了 那这种的状况怎么办 所以很多家人说怕他们被撞到了或什么 就不准他们出去 都是安全的 那随便让他跑 我希望说未来我们的社区也能够做到这样的话 真的蛮不错的 那就是说每日的活动是怎么样 先给他预定下来 我这个几点一定要吃个药 或者是我几点要去跑步 或遛狗或是什么样 有时候大概的就是了解那个沟通 然后记录下来 所以等到他不见了 或者是他跑到哪里去 我们可以看这个东西 他可能去哪里了 有经过他的同意 有跟他沟通过 有时候家人没有沟通的时候 真的是不知道他到底想要做什么 所以这个沟通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 那如何来协助我呢 我是什么 这位当事者 协助我做决定的项目 可以打勾 可以划掉 然后连这个有支持者了 有这个计划了 好 然后还有呢 你要怎么样来协助我 我可能我需要你讲话的时候 给我多一点时间思考啊 对不对 好 然后专业人士表达的时候 不要说那么难嘛 就是说简单一点 好 那就比较能够了解 然后用一些照片 然后图片 然后帮助我更加了解 这个打勾 这个就是说能够真的能够帮助他的 可以打勾 这个做一些计划 那还有其他 其他呢就是说特别著名 每一个人他的特别需求 所以是什么 写下来 然后可能再跟他沟通 因为每个人的需求都不一样 所以在他需要的时候 要怎么样来帮助他 那有些人是需要说慢一点 有些人需要就是 照着他自己的意思先做了 然后再哄片 不是哄他 不是骗 就是哄他能够做到 达到一个他的目标 那他想知道的 他想知道的是所有的选择 就是这上面全部的选择 还是说只有少数的选择 就是还有使用口译源 有没有 有人就是 失职者可能讲话 有时候一直重复 那别人有时候听不太懂的 或者怎么样 他需不需要有另外一个人 能够帮他再重复一遍的那种口译源 还有或者是翻译 事实上也不是真的完全翻译 他说的语言是什么 然后有时候台语 客家话 或者是原住民的语 等等的就是可以先做出来一个记录 然后在这边就是一个支持者的姓名 我的支持者姓名 然后他可以使用有关 也就是像切结束一样 就是可以使用我 有关我的健康财务方面的咨询 的资讯来协助我来做决定的 那也可以就是说 有些不能 有些支持者 你不要谈到我的财务 可不可以把它划掉 可以 好 这就是一个制定的一个过程 然后制定人是谁 在谁的协助下 完成的 这个就马上就可以做了 然后签名日期等等 所以我们有了这个支持卡 以及这个目标的做法 之后我们就比较安心了 比较安心了 那就好 看接下来发生什么事情 然后来应变 那我们就有一个依据 依据他的意思来做 那这个是原文 原文 原文 从澳洲 澳洲来的 好 他这个也是 就是帮助很多失智者 好 那我们接下来 来讨论一下案例 那这个是在荷兰 荷兰他们有这个安乐死 这个是合靶的 好 那他呢 就是有一位长辈 那他在失智老 那妇人 他在之前已经有通过 就是做了这个各种的评估 还有諮商 好 那他都愿意签下安乐死的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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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程 好 但是呢 临时要这个 要真的要给他注射 安乐死的时候呢 哎 发现了 医生发现 他这个挣扎 说我 你现在要干嘛 我说你已经在执行你当初承诺的 这个要安乐死的这个 这个约定啊 他说没有没有 我哪有 他忘了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 可是这个时候 这位医生 还是照样给他打注射下去 比如这样的争议 后来现在要提告 提告 有没有争议 有 为什么 导致这个故人丧命了 但是他那个在那个当下 来 就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心智的状态 那个都会改变的 那那个如果说是 他在签订的时候 他是一个状态 心智状态 但是他在真正执行的时候 他又后悔 那他以哪一个为主呢 这个是要去思考 对不对 那可不可以延缓呢 就说他现在又反悔了 那我说好 那我们就等他真的做好决定的时候 我们再来执行 也没有问题 但是医生就把他注射下去了 他就走了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 很值得争议的一个问题 那如果说他有财产的 你一般人就觉得 他走了 算了 可是如果他有巨额财产 你如果要这样注射下去 你知道这个影响的非常大 不是说你一下子就那个 你可以搞清楚的 就是会产生很多的争议的后果 特别是很多的利益者 就是他的继承人 可能就是会很多的都在那边胡适单单 可能如果没有很多的话 就是单独没有什么问题 他就没有状态了 但是现在如果说是涉及到 他有很多的继承人 都希望他走 但是你又 那他那时候不想走 然后你又给他走 所以这个就会产生非常多的问题 所以马上就提告了 检察官提告这个问题 所以也是 我们现在也是好像在签 这个就是安乐死的这个 国会在讨论这个问题 好 这是一个案例 这个心智状态 来决定 想要真正地尊重他个人的一个生命权 好 那另外一个案例 就是我想讲就是工作权 一个阿斯海默症的一个财务经理 他还没有退休 他工作表现不错 突然就觉得他的什么东西记不起来了 慢慢慢慢的这个就是诊断了 就是阿斯海默症 好 那这个状况呢 是不是要说要让他辞掉工作 已经工作了二十多年了 那这么可贵的一个工作 事实上我知道 有一些台湾的一些得了帕金针 不然得到阿斯海默症等等的 都是自愿就辞掉工作了 就不做了 那真的蛮可惜的 事实上在这个身心障碍权力公约 这个国际审查委员 他们都认为事实上 这个他们还是有工作权 只要你给他一些配套措施 像有一个这个驾驶员 他没办法找到路 一直在那边绕 那就给他一个提醒 就给他这个这个GPS定位 或者什么的 让他能够帮助他看找 那那个像这个财务经理呢 幸好他的老板了解这个 可以合理调整 重新的再分配他的工作 让他退到后面去 不要做很重要的这个决策 但是他还是保留他的一些 非常丰富的经验 这几十年来的一个经验要传承 所以就是让他能够 能够分担少一点工作 然后让他继续的能够养家 好 那做一些调整 这个就是一个合理调整 好 提供他专业的经验 好 原本他医生就是叫他退休 但是他还是觉得 可以再努力工作 然后老板说 你的这么可贵的这个经验 还是要可以帮助大家 虽然有时候记不起来 那那个记东西的你就不要记了 但是做决策可以了 做一些某些的工作 还是可以做的 好 或是叫别人去做 好 这也可以 好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工程师 他也是阿斯坦摩政的专业经理 他遇到了一个 这个自己诊断了 之后呢 然后他的工作也是 重新的分配了 能够让他减轻他的负担 然后让他能够在工作的团队里面 然后负责一个另外的职位 好 能够让他能够继续的来工作 好 我们来看这个 这是前去年的一个这个新闻 那狮子的老翁呢 拼拼的走狮 他的妻无奈的用铁链把他拴敷 就把他拴起来 但是他很喜欢走啊 那走路好不好 很健康啊 这代表他很有 很有体力啊 那也是应该让他多走啊 你不能让他绑在那边 或躺在床上那边一直躺着 好 那走路是好事 但是如果说你让他拴起来的话 那可能他的自由 人身自由也被剥夺了 然后他的身体状况 可能就是可能会变越来越 那个机能 可能越来越退化 所以都是不好的 那怎么办 我们刚才用的那个 那个支持者 还有他的生活计划 他可能每天他要走哪里 我们就可以到哪边找人 然后呢 可能警察局啊 或者邻居啊 或者是他走过的那些路线 他的那些路线也什么 也周围跟里长通知一下 所以当他有这个状况的时候 他要去哪里去找他的支持者 来帮助他 那支持者不一定也是他的太太 就是他同意谁去找 去找谁 但是呢 用铁链把它拴起来 就是绝对 就违法人 违反人 违反人 好 另外一个案子 就是 照顾 非常的疲惫 对不对 那有这个半夜 爬起来 然后开着火 又去睡觉了 然后大家闻到怎么好像有炒灰搭 然后就把他赶快把火关掉 然后就是有种的问题 但是我们要怎么样预防呢 在照顾上 有碰到一些身心煎熬的问题 那么我们 你看像这个案例就是把 他的丈夫也得了癌症 也没有办法照顾他了 就把失智症的妻子 推到那个河沟里面去了 大家猜猜怎么样结果 癌夫 他自己 自己 还好那个失智者 失智太太找到了 没有问题 但是 就是一个照顾的一个悲剧 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们的支持信统 我们的长照2.0 也有针对这个失智者的服务 还有一个社区 也有失智者的一个照顾中心 都可以求救 日照中心 有没有办法 有的 都可以来很多的管道 1966可以打 那 像这种的状况 真的是很 很令人 这个 伤心了 但是 我们可不可以 在 长照的部分 也来推 可以 就是 支持 怎么样 怎么样 这当然也没有 就是以后 真的会被少子化 又加上高龄化 可是少子呢 这个问题 那他这夫妻老夫老妻 就是老妻来照顾老丈夫 所以这个问题 这个我们不得不要赶快要建构 这个支持者的计划 支持者的名单 以及生活目标的计划 然后能提早呢 能够了解他们自己想要做什么 然后支持社区的支持服务 要建构出来 才不会酿成一些悲剧 好 那我们看一下未来的行动 能够增加失智者的这个参与机会 这个服务很多的这个长辈 那我们可以先来 先来着手来做 然后真正问他们的他们的 真的想要做什么 我觉得外国的教育 常常就是问小孩 或是问当事人 你们的梦想是什么 你们这辈子 到底来这世界上 你们想做什么 这个我觉得非常重要的 有这个的话 有这个目标 他们活着才有动力 有些小孩子 有些大长辈 他们喜欢跟小孩子 小婴儿玩 我们就可以来弄一个 这个跟社区的一些 这个幼稚园或者是学校 能够合作 然后让他们来跟小孩 能够互动 这就是最后的这个代监计划 老幼共学 好 除了这个失智者的参与机会之外 还要加强失智者的人权意识 还有这个一读一懂的这个版本的手册 然后协助失智政者的这个自主决策 拟定这个生活目标 以建立支持者的这个清单 工作权 然后这个来推动支持性的自主决策 立法来取代这个替代性的决策 那这个呢 还有老幼共学 这个日之间照顾的这个中心 可以来推这个 那在国外的研究 在美国研究 非常成功 跟社区小孩互动 一个礼拜可以来 这边探访老爷爷老奶奶阿公阿嬤 然后呢跟他们互动 做到他们做面包写字 念东西给他们听 玩沙包丢来丢去 也增长他们的智慧 真的那个脑部的活动量 所以很多的东西可以互动 而且他们让这些长辈很有成就感 很有成就感 他们觉得 帮助我们这一些失智者的人民 好 好 那我现在时间是不是差不多了 我们很谢谢那个张主任来帮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一个演讲 就是提到失智者的权益 那观众朋友你可以再随时的发问 我们再来问主任 那在观众朋友发问之前 我想就是 因为其实主任我觉得这件事情 当然以前对失智者其实有很多错误的一些观念 好像就是他什么都不会了 你刚刚提到一个让我也是印象很深刻 就是说 其实有一个国际失智联盟的主席叫Kate 她前几年有来台湾 她就提到说她自己在失智确诊才四十几岁 然后她的医师就告诉她 你可能准备 想要退休啊 然后最好回家去休息等等 那其实她后来 反而还念完她的学位 还为失智者做很多的权益的倡导 那我们也看到日本有单野自闻 而且她其实她很年轻就失智 三十几岁就这样的状况 那还好她的企业很支持她 就是说她本来是一个汽车业务的销售人员 因为跟她一些民众的客户的互动有一些困难 那所以说企业就把她调到后场 就她可以培训新人这个部分 那这个就跟刚刚主任讲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够帮这些失智者 做一些支持性的一些协助 比方说她的职场的一些 在做一些设计的部分 其实是可以让她继续在成就工作这件事情 那当然主任有提到说 六十五岁之前要做这些部分 那其实我们基金委现在也发现一个很大的 那个就是我们有一个开玩笑叫做 不要退休都不会 对对对对 没错 所以其实even在观众里面有些六十几岁 像我们今天第一个是请了白万之老师来跟我们分享 然后她就提到说 在我还很年轻的时候 她自己突然之后 也还不到七十的时候 所以说其实even 我想因为现在大家的健康状况都非常的好 是 even到七十岁 还是希望有一些能够持续的付出的意思 对对对 那这个也可能是主任也可以帮我们 在未来的推动的时候也去思考 或许even到了六十五岁 以往的观念可能就是一个退休的年纪 可是现在其实如果说她能够再继续这一个 领域里面继续服务的话 反而可以延缓失智症的一个 对没错 活化她的脑力 对对活化头脑 其实我想我们在座的各位 包含观众朋友 我们都在往失智的路上走 只是早一点发生 或者晚一点点的部分 因为其实德国医师说 跟现在人生活习惯很有相关 睡眠的问题 睡得够不够睡得好不好 那你饮食健不健康 那运动量够不够 如同刚刚主任我很感动 你特别把那个案例找出来 因为她太太其实是好医 怕她先生走私 因为走私那个家人心理压力很大 对对对 而且常常真的找不到 动员全家去那个又非常的那个 然后又劝阻不了 对所以在这过程中 她做了用铁链把它拴住 是一个让我们觉得很心疼 很不舍的情况 主任也提醒大家说 其实这时候就是用长照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时间 长照2.0的部分 然后在一些陪伴也好 居家服也好 甚至刚刚主任有告诉我们 好像日照的中心的运用 是制造库据点等等的 对 像我昨天也接到一个家属的电话 其实那家属跟我们基金会认识非常多年 她提到说妈妈最近担心她会走私 想要走爱心手链 她连诊断都还没有确诊 我有点压抑 就是说她照理讲 她应该是知道这个过程 这些事情的 可是其实可能也是因为觉得说 社会资源就是不要耗费政府的那个 可是其实资源应用应该是我们每个人的权益 没错 因为我们有缴税嘛 然后政府就用这些税收用这些来做一些必要的社会福利 那其实真的这些福利的使用时候 往往其实会让失智者更有生命的品质 照顾者也会更能够不要说好像把自己的健康也平进去 像我们早上的白文哲老师有时候也是 就是为了照顾妈妈 照顾到自己睡眠不好 然后运动也不够 然后饮食也不够健康 然后反而自己也失智 那也是一直到她自己没有办法的时候才把妈妈送到机构去 那反而现在她觉得其实大家都很好 妈妈在那里也很开心 她天天去看她 然后自己也可以在自己的失智的延缓这方面去努力 对我觉得今天主任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就在于说其实失智者的权益我们需要去重视 我们有时候说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 对 就是我们都很喜欢帮忙对方 是 因为其实我们可能都忽略有时候 身障者也好 失智者也好 她自己能够自己做自己想做的事 反而才是一个真正的协助 是 没错 所以主任不晓得还没有什么想要跟我们观众 来做一些最后提醒的部分 好 因为每个人都会就是渐渐的就是身体的功能 会慢慢的衰退 这个身心障碍这个名词 不是只有现在这个时候看到是身心障碍 才是身心障碍 是每个人是一个一个逐渐的一个道路 在联合国的这个统计之下 平均年龄是75岁的一个国家 大概有百分之十五二十的人 是应该是会有身心障碍的状态 也就是每个人都会走到 只是时间快慢 那我们要如何来创造一个双赢的 一个多赢的一个管道 这是非常重要 我们就是要彼此了解 那就是要他们的参与 当事人的参与 以及这个照顾者的一个沟通 才能达到一个双赢的这个情况 好 我记得今天的分享到这里 谢谢 非常谢谢 谢谢 那有问题吗 那没关系 现场有些观众可能不好意思 就是因为他是一个公开的留言 如果你有私底下有任何问题 也都可以跟我们来做一些私讯的部分 那我们基金会可以回答的 我们就直接回答 那我们有些再转给主任这边 因为我想主任真的今天特别从桃园过来 因为我上次是在桃园的一个 一个私自论坛上面遇到主任 我们知道桃园在这一块做得非常好 那台北市也非常非常的努力 那其实当然我们现场观众 有很多都是在各县市 那我们看到主任非常的热心 在这方面私自的权益的推动 所以只要跟这方面相关的一些议题 也都可以找我们主任 做一些些的 不好意思可以 那个怎么讲 询问 互相交流沟通 我还是要学习的东西很多 主任也会在很多的政府官员的场合 帮大家做一些倡导的工作 这是让我自己觉得很感动很佩服的部分 那今天真的也很谢谢主任 那我也跟观众朋友做一点点预告 因为现在疫情似乎有一点点的趋缓 所以我们在讨论说 因为从三月开始 今天四月五月 已经陆陆续续的都是用线上的部分 那很多的观众也在询问说 那可不可以到现场的一些 直接面对面做一些听课跟讨论的部分 那这个我们有在讨论 那再做跟大家预告 我们下个月是邀请到我们仁爱医院的中医师 林顺谷医师 来跟大家谈谈 就是中医在施症这方面的一些照顾 因为真的有点感受到说西医 其实目前对这个疾病 其实一直很努力在做药物的研发 似乎有很多的困难 肺药物治疗可能是很重要的一块 那我想这个观众朋友可能都很多很知道了 那到底中医这一块 因为我们本身就是华人 我们在西医以外 我们寻求中医的一些支持 可能也是这个疾病可以看到的一些希望 所以我们在这里跟大家预告说 我们在下个月 就是我们邀请到仁爱医院的中医师来到现场 那能不能现场来听讲的部分 我们会在我们的脸书跟我们的官网跟大家公告 那谢谢大家今天的收看 祝大家健康平安 谢谢 谢谢